中美金是终结了连续5季来的亏损 第一季的每股税后存益达到了0.41亿元 那么也决定了今年要斥资8.1亿元 来合并转投资的中阳光伏 除此之外 同样第一季 每股有亏转赢的还有NB大厂宏基 第一季的EPS是交出了获利0.19元的好消息 获利数字也创下近8季来的新包 宏基公布第一季财报 营业净利2900万元 盈益率0.03% 获利5.15亿元 这是继2011年第一季 税后获利11.85亿元以来的高峰 第一季每股小赚0.19元 兑现了先前董事长王振堂预告 首季渴望随意两平的获利支票 法案指出宏基第一季获利主要来自业外贡献 包括股票处分收益 以及新台币贬值带来汇兑收益大约2亿元 PC产业走向直变 宏基也定下了研发创新 行销双箭头的策略 董事长王振堂表示 看好第二季出货年成长率回复正成长 预估本季笔电加上平板的出货 渴望年增5%达到700万台 宏基今天将要召开法说会 而未来的展望也受到外界关注 敢在今天即将举行的绿色能源产业业业绩发表会之前 中美金就提前在昨天公布好消息 除了第一季税后存益2.19亿元 每股存益达到0.41亿元之外 终结连续5G的亏损 中美金也宣布将会以每股7.05元的对价 斥资8.1亿元合并中阳光伏 基准日定在8月1号 反而推估透过这项合并案 王雪红的新东投资 将会是中美金生阳科的最大单一股东 而过去中美金生阳科 旭红的铁三角组合 在中美金合并驯红之后 未来还有机会继续走向正病之路 东产新闻综合报道